我和丁聪结婚三年 一直没有孩子 婆婆经常名利暗利的催生 幸好老公给力 每次都会找各种理由说服他妈 前不久 婆婆再次催促我要孩子 她把话说得很难听 不知道都还以为我有什么毛病不能生养 其实 结婚前我就和丁聪说过 我会让她在三十岁之前当上爸爸 我并非不喜欢孩子 只是想趁年轻去打批事业 希望能给孩子好的生活 眼下我和老公都才二十七岁 我还想再奋斗两年 我能等 老公也能等 可是 婆婆等不了 丁曼 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要是真没有问题 我就不催你们了 婆婆放了话 她觉得这是她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 为了避免婆媳矛盾进一步计划 我同意了 但是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去 我点了点头说 好 那让丁聪和我一起去 婆婆立马就否决了 让她去做什么 她身体健康 拿小就没生过什么毛病 我敢保证她肯定没问题 子子 她儿子没毛病 那问题铁定是出在我身上了 婆婆向来如此 讨若是我和老公之间闹了小别扭 她一定会觉得是我不对 三年来我已经习以为常 所幸的是老公对我很好 看在她的面子上 也为了维持家庭和睦 我并没有跟婆婆计较 这一次我同样没有理会婆婆 而是看向了老公 老公会议急忙对婆婆说 妈我们明天一早就去 你哪儿也别去 在家里等结果就成 每当老公为我说话 婆婆都会用她家乡方言小声嘀咕 我虽定不懂 但能猜到她在说什么 她无非是说我凶 像个母老虎 一点都不贤惠 我没有工夫和她计较 通常装作听不见 去生殖科检查时 我看出了丁从脸上的不情愿 男人啊 好面子 我能理解她 我让她来做检查 并不是真的怀疑她有问题 而是因为她这几年日益肥胖 担心会影响到她的身体健康 读书时 丁从一直都是学校的校草 瘦高个 五官端正很英俊 她身上总是洋溢着青春阳光的气息 当时追求她的女生很多 她谁也没有选 义无反顾地追了我好几年 我才同意和她在一起 可自从我们结婚后 她就越来越胖 结婚前 我就全款买下了婚房 在丁从的支持下 我的事业越做越好 家里的大小开销都是由我负责的 丁从的工资不高 也没有什么压力 以至于人越来越胖 生殖科的医生告诉我 让丁从先去做检查 如果查出了她有毛病 我就只需要做基础的检查就行 如果她没有问题 我在检查也不迟 为了赌婆婆的嘴 我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医生笑着对我说 你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唯一不足的是 你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可我正在晋升期 哪里有时间休息 闻到丁聪时 医生则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小伙子 你现在的质量不高 存活率很差 你老婆即便是侥幸怀孕了 也有可能面对各种难题 好好减减肥 调理一下 不然受苦的还是你老婆 听了一声的话 丁从立马反驳道 不可能 我肯定没有问题 她的语气太过肯定 让我觉得很反常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我觉得丁从可以立马变出一个孩子 来证明她在生育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意识到自己失态 丁从急忙改变了态度 虚心向医生请教 医生 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呢 我和我老婆都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医生给出的建议就是让她多运动 再服用一些针对性的药物 三个月后进行复查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 丁从很沉默 我知道她心情不好 也就没有说什么让她添堵的话 快到家时 丁从突然开了口 丁安 我想去报个减肥班 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希望她可以多运动 至少对身体比较好 我很赞同 挺好的 钱不够的话 我给你转 她的工资不高 只能顾得上她自己的日常开销 这些我都知道 所以我主动提出会承担她报减肥班的费用 这之后 她的心情才好起来 我们刚一到家 婆婆就追问了起来 丁曼 医生怎么说 这一次 没有等我回答 丁从就直接说道 妈 丁曼很健康 有问题的是我 不信的话你看这个 丁从把检查结果给了婆婆 我在一旁坐着 并没有搭话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到了婆婆的脸色变化 她的脸色轻易震白一震 写满了不可置信 尽管她很不愿意接受 但是事实摆在面前 根本由不得她不信 这天过后 婆婆没有再在我面前提及生小孩的事 毕竟 有问题的人是她儿子 每提及一次 都是在伤她儿子的心 自从报了健身班 丁曼每天晚上都要等到很晚才回家 甚至比需要加班的我还晚 每到周末 她两天时间都泡在健身房 连陪我逛街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能够很好的进行减肥 丁从还向我要了好几次钱 说是报了更高级的课程 有专业的教练一对一进行指导 对于我来说 只要她的身体能够健康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花点钱也无所谓 每一次 我都很爽快地转钱给她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和丁从再次去医院复查时 我发觉她的体型和三个月前并没有什么区别 按理说 像她这种大基数的体重应该很容易看到效果才对 可是丁从非但没有瘦下来 就连精气神也比以前差了许多 真不够姐妹儿 快告诉我几个月了 别藏着掖着 我今天在妇产科见到丁从了 看到李晴发来的消息 我的脑袋轰隆作响 丁从去了妇产科 他去那里做什么 我给李晴回了条消息 丁从最近忙着健身减肥 根本没有时间去医院 你认错人了吧 发出这句话的同时 我心里已经在打鼓了 丁从最近的表现太反常 要说他没什么事瞒着我 我自己都不信 李晴很快就回复了消息 我不会认错的 和丁从一样胖的男人可不多 照这么说 他不是和你一起去的 我的老公去了妇产科 却不是陪我一起去的 他的身边另有奇人 多么讽刺 丁从看出了我的异样 他急忙询问 小曼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我摇了摇头 挤出了一个微笑 没事 我只是想不明白 你这三个月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能做什么 当然是泡在健身房努力减肥 谁知道我这一身的肥肉 实在是太难减下去了 他很无奈地说 是已至此 即便是我问 他也不会说的 在这一刻 我心里生出了一根刺 必须要拔出来 我佯装无事 笑着对丁从说 没关系 你继续努力 我就知道你会体谅我的 他如是重负 脸色松弛了许多 也许 正是因为我的纵容 才会让他有机可乘 我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乱得不行 在这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丁从会背叛我 尽管他的收入很低 事业心也不强 我也没有过任何怨言 年少时期的爱恋 一直留存于我心 可以让我忽视掉丁从的很多缺点 可是 我偏偏是个眼镜里容不得沙子的人 丁从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要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让他后悔终生眼下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仅仅凭借李晴的一句话 我并不能判定丁从是不是真的出轨 我必须要拿到确切的证据才行 当天晚上 我们同学群就炸开了锅 是李晴挑开的话题 他把在妇产科见到丁从的事情发在了群里面 并且爱特了我和丁从两个人 说起来 我和李晴之间的渊源并非是大学室友这么简单 李晴曾经疯狂地追求过丁从 却被丁从无情地拒绝 当初 我答应和丁从在一起时 李晴还向我表达了他的祝福 我以为他是真心的 没有想到他竟然耿耿于怀了这么许多年 以至于想看我的笑话 我们的那些同学经常说 就属丁从和李晴的命好 丁从娶了我 他不用像其他男同学那样为了家庭而奔波 而李晴则嫁给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小老板 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也难怪李晴会这么清闲 看来他小老板娘的日子应该过得不错 我还没说什么 丁从却先慌了神 他急忙向我解释 小曼 我的确是去了妇产科 我也并非有意隐瞒你 我表姐怀孕了 他老公最近出差 这才打了电话让我陪他去医院的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问吗 问婆婆 她当然是向着儿子了 说起丁从的表姐 我只想摇头 提都不想提 一年前 他们夫妻过来找工作 说在大城市举目无亲 希望我们能够帮衬一些 我还没有说什么 婆婆就赶紧答应了 生怕我会不同意识的 表姐夫妇一来就住进了我家 吃我的喝我的 最过分的是 表姐竟然随随便便进入我的卧室 衣帽间 她偷偷穿我的衣服 用我的护肤品 还背着我的包包出门 被我逮到了几次 她还说 丁曼你这么叫真 是不是不拿我当一家人 我简直要吐血 最后 还是丁从数落了她一顿 并且给他们夫妇在外面租了房子 这件事才算过去 按照丁从的话 她陪表姐去产检 的确是没有必要告诉我 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她表姐 说出来只会给我添堵 我什么也没有说 不代表我就真的信了她的话 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 从来不会受任何人的摆布 丁从在同学群里进行了解释 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不知不觉间 我和丁从之间疏远了许多 偶尔的眼神对视 我能很清楚地看到她躲闪的目光 丁从在一次出门去减肥班时 我决定跟上她 一探究竟 我还没有走出小区 婆婆追了过来 丁万 你跟着丁从做什么 婆婆仿佛一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淡淡笑了笑 谁说我跟踪丁从了 我就是想出门逛街而已 妈 你该不会是心里有鬼吧 婆婆立马跳脚 丁万 你怎么血口喷人 她就是这样的脾气 容不得别人说她或者她儿子一句不好 下一刻 她就换了一张脸似的对我说 我知道丁从复查的结果很不如人意 我希望你可以多给她一些时间 别给她那么大的压力 丁万 我知道你一向懂事 你也应该知道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听婆婆苦口婆心地说了许多 我心里那根原本绷得很紧的嫌松动了一些 又想到丁从如今的那个体型 我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如果换作是以前 以丁从的外形条件 它的确是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吸引到很多目光 可是现在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为了避免一场家庭矛盾 我决定先按兵不动 如果丁从真的出轨了 他一定会露出马脚的 怀疑的种子一旦落下 就会迅速地生根发芽 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丁从了 月底 公司安排我去出差 为期半个月的时间 我走之前 丁从一再向我保证 他说 小曼 等你回来 我肯定能受一大圈 保证给你一个惊喜 由于项目本身就是我跟进的 对方又是老客户 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 我就把事情处理好了 我提前回了家 打开房门的一瞬间 我觉得家里有些不对劲 比如门口的那双女鞋 很显然不是我的鞋呢 直到我看到一个陌生女人 从我的房间里走出来 恍惚间我想我大概是进错了门 很显然 那个女人见到我时也是十分的惊讶 我再三确认 这里的确是我家 心里一股子无名落火油然而生 我只想把丁葱揪出来 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我听到了丁葱的声音 慧言 你当心点 别摔着 随即 丁葱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我这才注意到 那个女人的腹部微微有些隆起 她应该是个孕妇 孕妇 一瞬间 所有的事情都联在了一起 原来 丁葱真的背叛了我 她出轨了 小三还怀孕了 我简直就是最大的笑话 胸箱里的怒火蹭蹭地往上涨 我直接冲上前去 往丁葱脸上打了几巴掌 丁葱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 惊喜 真他妈的惊喜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自己相信你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我实在是怒不可遏 根本忍不了 当下就做出了决定 我们离婚 立刻 马上 婆婆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 她先把小三送回了房间 这才对我说 丁葱 你先冷静冷静 有事好商量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她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语气 我这个婆婆 不 我现在应该叫她和桂枝才对 她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何贵之怕是还活在古代 真当自己儿子是大少爷了 有什么商量的 你们这么堂而皇之地把小三岭进我家 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 还是说 你们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冷冷地看着丁葱 恨不得扒了他的皮 将他错骨扬灰 丁葱却一言不发 他紧紧地抱住了我 生怕会失去我似的 他的碰触让我觉得很恶心 我拼命挣脱 费了很大力气 才将他甩开 小曼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你离婚 我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 我和惠恩是酒后的一场过错 我也没有想到他能怀上我的孩子 你也知道的 我的身体条件不好 很难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丁葱向我认错 小曼 我对不起你 我保证以后会全心全意对你好的 我不能没有你 我们不能离婚 听了他的这些话 我只觉得很是可笑 在此之前 我和丁葱一直都很恩爱 我们的这场婚姻本是同学中的楷模 甚至 还有不少同学时 就算是全天下的男人都出轨 丁葱也不会出轨 这一次 丁葱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大家看走眼了 真是讽刺 我根本不愿意理会丁葱 在我这里 出轨和背叛 一次就够了 我不会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个婚我离定了 我没有再去看丁葱 看一眼 我都会觉得恶心 接下来 何贵之的所作所为更是让我惊掉下巴 丁曼 你们结婚三年一直没有孩子 小葱是有问题 可这并不代表他真的不能生 你看慧也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何贵之的声音不高不低 很是有力 我知道你不想生孩子 以后你就把慧言生的孩子当亲生的养 我也不会再催促你生孩子了 你免了生育之苦 可以继续奋斗事业 我们丁家也有了后人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多好啊 我仿佛听到了全天下最好笑的笑话 何贵之他在想什么 难道说我脸上写有大怨种三个字 才让他觉得我会同意 我没有理会何贵之 而是看向了丁葱 我问他 丁葱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丁葱一直没有敢和我对视 他低垂着头 一副很自责的样子 说话 见他不语 我再次追问 我必须要听到他的回答 丁葱沉默了良久 终究还是点了头 可 这场婚姻 我简直是一败涂地 我一眼都不想再见到这几个人 只想迅速远离 可这里是我的家 该走的人是他们 而不是我 对于我来说 离婚是唯一的选择 可丁葱死皮赖脸 就是不肯离婚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离婚同样也是 我必须要想办法让丁葱同意 更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们 丁万 你要怪就怪我 千万不要怪小葱 何桂之说着说着就哭了 我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我没有别的心愿 只想早些抱上孙子 你就当是可怜我 接受这个孩子吧 三年来 这是何桂之第一次如此低声下气的跟我说话 却是为了来恶心我 何女士 我看你是宫斗剧看多了 真以为你家有皇位要继承 我毫不客气的讽刺他 你别忘了 身体有毛病不能生孩子的人是你儿子 你以为什么歪瓜裂枣的孩子都配让我养吗 这一刻 丁葱的脸色煞白 何桂之同样也好不到哪里去 氛围一度尴尬到极点 直到宋慧言手扶着肚子走出来 才让我们几个人转移了注意力 丁曼姐 求求你成全我们吧 我和丁葱是真心相爱的 请你可怜可怜我肚子里的孩子 宋慧言手扶着肚子 眼含泪水 可怜楚楚地望着我 诉说着她的真心话 我真的想不明白 她究竟是看上了丁葱哪里 大富偏偏 没有上进心 工资低 这些就是丁葱当下的现状 从宋慧言的表现来看 何桂之母子应该给她画了大饼 让她觉得以后会有好日子过 如果她知道何桂之的打算是去母留子 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吧 我不是你姐 别乱和我攀扯关系 我冷冷看了宋慧言一眼 对她说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狗改不了吃屎 男人出轨和狗吃屎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你可千万要想好了 成全 对 我当然要成全他们 渣男贱女才是最般配的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之间的感情究竟有多深厚 慧言 你快回房间歇着 我和丁葱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你当心删了胎气 何桂之的语气里是满满的关心 她这么做无非就是稳住宋慧言的心 而丁葱则像是个缩头无归 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完全依靠何桂之给她拿主意 接下来的几天 宋慧言仍旧住在这里 可能是害怕我对孩子下手 丁葱和何桂之轮番守着她 我也没打算对他们母子俩下手 杀人犯法这件事我还是知道的 但这并不代表我不会用别的手段 同住一个屋檐下 宋慧言并没有一丁点的不自在 有的时候 她甚至还会表现出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就好像这里是她的家 我才是那个外人 而我想说的是 除了我 他们都该滚出去 由于丁葱死活不肯离婚 我和她的婚姻关系仍旧存在 我根本无法将他们一伙人赶出这个家 我也不打算赶他们出去了 我会给他们一个惊喜 让他们乖乖走出去 根本不用我费力气 既然宋慧言喜欢住在这里 那我就让她住 正好最近工作不怎么忙 我向公司申请把前两年累计的年假一起休了 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和他们玩 一天三顿饭 我都让阿姨准备孕妇不能吃的菜 宋慧言不能吃辣 正好我偏爱辣味 阿姨把每顿饭都做得很辣 这天晚上 我嘱咐阿姨去买了一些大闸蟹 闻着大闸蟹的香味 宋慧言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这几天 她吃不了阿姨做的饭 何贵之又不怎么会做饭 只能去外面给她买 平日里 何贵之的开销都是由我负责的 现在我断了她的钱 她手里没有存款 只能买一些地摊上的小吃给宋慧言吃 所以 宋慧言一闻到肉香味 她就食指大动 忍不住想要吃一个尝尝 丁曼姐 我肚子有点饿 可以先吃一个吗 宋慧言小心翼翼地询问 又随口解释道 孕妇容易饿 我真的不是嘴馋 我摊了摊手 你随意 就在她伸手去拿螃蟹时 何贵之急忙叫住了她 慧言 快放下 螃蟹性良 孕妇不能吃 说完 她又一脸不满地看着我 语气里也带着不怨 丁曼 你这是什么居心 我真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对一个没有出事的孩子下手 此刻我真想催她一脸 何女士 请你先问问清楚 究竟是我让她吃的 还是她自己硬要吃的 我可没有强迫她吃 我的笑意不达眼底 只等着何贵之如何回应 宋贵言急忙认错 我错了 我不知道孕妇不能吃螃蟹 我比谁都在意这个孩子 我不希望她有事 说完 她还捂着肚子小心翼翼地说了一会儿话 像是在安抚妇中孩子的心情 她一个孕妇都不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我又没有怀过孕 我怎么会知道何女士未免太抬举我了 你真当我无所不知啊 我淡笑着说 心里却只想哈哈大笑 何贵之很气愤 她斥责了宋贵言几句 你怎么就这么嘴馋 都多大的人了 整天只想着吃吃吃 宋贵言很委屈 简直是有苦说不出 但是 她一想到何贵之给她的承诺 她就将这些不满忍了下来 呵 真是可笑 她肚子里没眼儿有水 能不馋吗 在这个尴尬的时刻 我只想落井下石 最好是让他们两个都不愉快 我都不开心了 他们凭什么开心 几种口味的大闸蟹出锅时 我的朋友们也都到了 今晚 我们准备玩到天亮 怎么热呢怎么来 正好是周六 我的好朋友们都有时间 在得知丁聪的所作所为之后 他们都很气愤 不少人都想要去爆发丁聪一顿 替我出气 尤其是我的好闺蜜余霜 她到我家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了丁聪一巴掌 如果是放在以前 丁聪是绝不会容忍任何人打她脸的 用她的话来说 那就是男人的尊严绝对不可触碰 可是 现在不一样了 她做了亏心事 即便是再怎么不情愿 却也只能默默承受 余霜 打怕这种人只会脏了你的手 我拉走了余霜 并且对大家说道 今天有大闸谢吃 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 正好我带了乐器 让你们听听我新学的曲子 余霜冲着丁聪冷哼了一声 还顺道拉起了二胡 她会很多种乐器 二胡并不是她最擅长的 但是她今天偏偏就选了这个 目的就是为了给丁聪他们添赌 他们不是喜欢住在这里吗 那就住个够 我的其他那几个朋友都很配合 纷纷鼓掌喝彩 这是属于我们的狂欢 以前 我每次提出想要带朋友来家里玩 都会被和桂枝说三到四 有的时候 我不理会她 直接把朋友带回来 最终还是会被她搅局 她会说一些难听的话 惹得所有人的心情都不好 久而久之 我的朋友们也都不提来我家的事了 现在不一样了 这里是我家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也不需要再去考虑那可笑的婆媳观器 我们吃着大闸蟹 喝着啤酒 听着音乐 说着过往的点点滴滴 气氛别提有多愉快了 丁安 我真替你不值 摊上这么个男人 简直就是你人生的污点 一生很是愤慨 她是最了解我的人 她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爱丁聪 当初 我和丁聪结婚时 他们家什么都没有付出 房子车子都是我买的 我以为我嫁给了爱情 现实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巴掌 告诉我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 不过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远离这种人渣 你以后的人生会越来越好的 就丁聪那个德行 我几乎已经看到了他的未来 他就等着哭天枪地后悔去吧 丁聪卖了丁聪以后 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我 我的经济自由 不依靠任何人 失去丁聪 更像是摆脱了一个累赘 与我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损失 反而是解脱丁聪过来时 始终显示凌晨两点 我们的狂欢仍旧还在继续 他低垂着头 不敢看我 小声地说 丁曼 你们可以小声一点吗 慧言说他睡不着 他是孕妇 应该多休息 否则对胎儿发育不好 我和于双相识一笑 我们早就想到他会找过来的 丁聪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那女人怀了你的孩子 你自己没本事养 还想让小曼接盘 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与双相来毒舌 遇上这种渣男出轨不要脸的事情 他更是忍不了 我看了丁聪一眼 顺觉恶心 我指了指门口 对他说 闲吵的话 你们现在就可以搬出我家 看着丁聪这妇美出息的样子 我真觉得自己当初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他 小曼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可孩子是无辜的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就别为男慧言了好不好 丁聪的声音依旧很低 他应该是觉得丢脸 不敢面对我们曾经的好朋友们 对此 我只想冷笑 孩子 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要给他面子 想让我养你和小三的孩子 简直是做梦 丁聪了解我的脾气 他知道我做出的决定轻易不会发生改变 他自知多说无意 只好灰头土脸的离开 至于他如何向宋慧言解释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事了 和我无关 我也不在乎 直到天亮 我的朋友们才离开 我们玩得很开心 我现在很能想得开 也不生气了 睡眠自然也很好 关上房门 拉上窗帘 我就睡觉了 这一觉我睡得很香 如果不是和贵枝来敲门 我还能继续睡 我加班加点的工作 为的就是让我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结果呢 丁聪和和贵枝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真是可笑至极 我敢肯定 如果我不去开门 和贵枝定会一直敲下去 直到我去打开门的那一刻为止 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我对和贵枝还是很了解的 门一打开 和贵枝就急忙挤了进来 我才不会让他进门 直接将他推了出去 和女士 有话说话 你来我房间做什么 我已在门上 双手环抱双臂 与我来说 这是一种很自在的状态 一直以来 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婆媳矛盾 我能忍则忍 尽量达到她的满意 今时不同往昔 一切都变了 在我眼里 她和贵枝不过是一个蛮厚无理 尖三刻薄的老太太罢了 丁安 你这是何必呢 何贵枝叹了一口气 带着她自以为的语重心长 宋桂言肚子里的孩子只有一个母亲 那就是你 等孩子一出生 我就把她赶走 她的作用就是为你生一个孩子 自自 听听这话说的 我没有耐心听她继续掰扯 直接戳穿了她的心思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们一定去过医院了 医生告诉你们丁聪很难有孩子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拥有属于她的亲生的孩子 好不容易宋桂言怀孕了 现在已经四五个月了 状态还算稳定 所以你们才想留住这个孩子 听我说到这里 何贵枝的脸色就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我才不管她会怎么想 只管继续说 你们不是想要我当孩子的吗 你们是习惯了蛀虫一般的生活 离不开我的钱罢了 你胡说什么 小聪是爱你的 当初我们在老家给他安排好了工作 他却为了你选择放弃 你怎么忍心伤害他 何贵枝很生气的说 我不知道他有何种资格生气 只觉得很可笑 如果我没有记错 当初明明是丁聪看不上你给安排的工作 他不甘心在你老家待一辈子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我接了电话 听了对方的话 我身心愉快 回应道 好 请给我三天时间 何贵枝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不等他问 我先告诉了他 我给你们的惊喜快到了 惊喜 什么惊喜 何贵枝一脸的震惊 慌忙询问 我笑了笑 对他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既然是惊奇 哪有提前说出来的道理 这几天里 我收拾好了我全部的行李 趁着丁聪上班 何贵枝陪送贵人产检的时候 我把我的行李全都搬走了 三天的时间一到 那他房子就不再属于我了 是的 我把房子卖了 我买的房子怎么处理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闻不到其他人来说三到四 我托朋友帮忙租了个房子 打算暂时先住下 等我和丁聪离婚的事情办妥了 再去置办新的房产 至于丁聪等人 不用多想 他们肯定被新的房主从家里赶了出来 被告知的那一刻 他们肯定很惊讶吧 只要想到这里 我就觉得心里很舒坦 几天后 丁聪和何贵芝找到了我 我也不知道何贵芝是哪里来的勇气 他竟然质问我 丁啊 你凭什么卖房子 那是你和丁聪的夫妻共同财产 你卖了多少钱 快把钱拿出来 房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丁聪依旧低垂着头 一言不发 我没有工夫跟何贵芝掰扯 这种事情还是留给丁聪去解释比较好 丁聪 你告诉你妈我们的婚房和你有关系吗 我看向了丁聪 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 何贵芝的目光很凶 他抓住丁聪的手说 小聪 你说话 你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妈 你别说了 那他房子的确是小曼的婚钱财产 怎么处置都应该由他做主 丁聪不敢看何贵芝 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小 听了他的话 何贵芝仿佛天塌了一般 他垂打着丁聪的胸脯 骂道 你真没用 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不知道为自己争取点利益 对此 我只想哈哈大笑 丁聪 我已经起诉你了 以出轨的缘由起诉离婚 我们法院见 这是我对丁聪说的最后一句话 开庭当天 丁聪还问我 丁安 你真的要这样吗 我反问他 不然呢 你当我在开玩笑 曾经的甜言蜜语 变成了今日的对簿公堂 我事先的准备十分充足 丁聪婚内出轨 并且送慧妍怀孕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 我们的离婚案办得十分顺利 丁聪的薪水只够他自己平时的开销 多一分都没有 离开了我 他即便是省吃俭用 仅仅依靠那点工资 根本不够维持生活 何贵之和丁聪母子过惯了奢侈的生活 现在没有了钱 也没有办法再经保姆 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才过了几天 他们就受不了了 奴子两个人再一次找到了我 丁聪一见到我 就跪了下来 他哭着说 小曼 我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 我保证 我再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会和宋慧妍分手 我们复婚吧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起来 就连一向高傲的何贵之 他也低声下气地求我 小曼 你是个好儿媳 等你和小聪付了婚 我会帮你看紧他 绝不允许他再犯错 我只说了一个字 滚 随后 我就关上了房门 再次听说丁聪的消息 还是从朋友口中 我听说 宋慧妍受不了贫穷的生活 大闹一场之后离开了他 我听说丁聪的消息 是个好儿媳妍的 大闹一场之后 我听说丁聪的宮盟 是个好儿媳妍的 哪里 百岁的事